Yo 歡迎收看 Hey So What 我是阿信 那我們歡迎今天搭檔主持 大家非常熟悉的馬力 Check it up 你知道我們今天來到台中 要收誰家嗎 台中是我只知道金錢包 不是啦 我們今天要收的人呢 也是擁有非常多潮流的單品 這位是誰呢 先賣個關子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Let's go Briant 嗨 Jaxi 我是Briant 歡迎來到我家 是的 沒錯 我們千里迢迢終於來到今天的目的地了 歐洲 真的蠻像歐洲的 這個是聲控的 Siri Cock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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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Briant 歡迎進來參觀一下 走走走 進來一個潮流的家 第一個一定是先看他的鞋櫃 可以告訴我們鞋櫃在 其實呢 我的鞋櫃在地下室 我在地下室有一間房間專門收藏就對了 鞋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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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整個地下室是一個鞋櫃 那客廳有什麼可以先幫我們介紹的嗎 前面兩個球是村上龍 兩年前在ComplexCon所發現的玩具兼藝術品 後面這個很可愛像樹一樣娃娃是 最近很紅的奈良美智 生姿娃娃 超級夯的 這比較少看到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歐洲的藝術家 叫Havier Collegia 然後他是有一點奈良美智的元素在裡面 他們兩個其實沒有關係 可是我個人認為他是被他所啟發的 因為他比較年輕這樣子 講到啟發 對 想知道不然是受到誰的啟發 還是受到這些草物的 其實我個人 因為我從在球學時期 我就非常喜歡球鞋 然後一些街頭穿搭的元素 那時候因為Cos在做graffiti 就是那種噴漆藝術 所以就讓我注意到他 然後後來他慢慢的被認可成為世界認可的藝術家 所以我就進入這個藝術的圈子 接下來 我們先看鞋櫃好不好 OK 那我們往地下室走 Go 剛剛經過的時候看到這一尊 他是來自於一個台灣的藝術家叫弘毅大師 他就很擅長做這些動物類的雕塑 然後我覺得不只熟悉或外國藝術家 要支持一下本土 貓頭鷹就是智慧跟財富的象徵 他是裡面有鋼架 然後用鋼片一片一片的焊上去之後 再做無階縫處理 然後再把氣上上去 有點像車子的鋼琴烤器 不然懂得滿多的 對啊 不只是收藏而已 實際上的構造都非常厲害 我剛剛那邊在發亮你知道嗎 有沒有燈就亮了 這個太誇張了啦 這是真機啊王爺對吧 對 這是真機 這是Cost在2005年所做的作品 很特別的是他原本是貝普老闆 Nego的收藏品之一 所以我很榮幸可以現在擺在家裡 這個也是蠻厲害的收藏 下面還有更強的嗎 對 下面還有 好 那我們就往下看好不好 Let's go What's going on 我覺得他的鞋子在裡面 這個是他鞋角的手入手 他一定是這個概念在擺 每次要看到裡面寫完的球鞋之前 先看到他心情會很好 這個我也懂我懂我懂我懂 這算是我在收Cost 比較早的時候所收藏的東西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原來這個的價格 已經到真的那麼高了 所以我買的時候就嚇一跳 重點來啦 我們的球鞋 較長在合作 對對對 就在我們阿鑫的背後 在這邊對不對 在這個空間感覺特別怪 三個180公分的擠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要看的是 Brian的鞋櫃啦好不好 由於那個角度關係 我們就開一半 一雙上來給各位看 Ten啦必須要的 這是第一代 這是第二代 對 三雙 喔這雙現在超貴的 超級貴 超級鞋王 我覺得其實Brian他 蠻會找一些 掌停版的鞋 對啊 他買的就非常貴 對啊 那因為VANS現在也不會跟Fear of God聯名啦 所以現在這雙水掌航的鞋 真的 你自己蒐集鞋子的標準在哪裡 我自己蒐集鞋子的標準 其實就是我個人喜歡 然後不太會管他的吵架的高的地方 就是穿搭起來好看 他有一雙扣碎 哎呀 我們都錯過的 我們只有沒有錯過3.0 我們扣了三次才有 扣了三次才有 扣了三次才有 這一雙在剛開始發的時候 罰人問津 可是我個人是那時候一發 我就覺得很喜歡 那你真的厲害 真的是一元光 現在是3萬多了啦 對啊 那Cherry Scott更不用講了 而且還用粉紅色的鞋帶 夠燒啦 這個我們算通路人了好不好 我也用粉紅色的 不然鞋櫃真的是非常豐富 而且保養得非常好 這個部分 已經是那種大開眼界了 走走走走 我們去看更厲害的 哇 我一進來就看到 後面吊的這個三個桶 這個其實是COSS早期 大概07年左右 他所做的一個作品 他就是類似紙上的那種玩具 他的手腳關節都可以動 最特別的是那一支 有一些刺青圖案在上面的 是他當時跟一個紐約 很有名的刺青石所合作 會上的圖案這樣子 這邊總共1 2 3 4 哇 據我所知能看到這樣一組的 其實不太多 大家大部分都是手一支一支 這裡面那就是我的房間 阿耶就是Franie的房間就對了 對 你看 手護傘 手護傘 手護傘就滿滿一尊的好不好 晚上怕做惡夢嘛 所以他幫我盯著 就是把一些不好的東西 就是幫我擋掉這樣 確定不會嚇到張姐 嗯 有時候會嚇到 我怎麼一個胖子在這裡 Brian的工作室吧 算是一個同行的概念 被潮物環繞的一個工作環境 因為工作環境要 就是舒適嘛 然後跟我做的東西相關 它會舒服 看到這個櫥窗上面 兩尊COSS跟BEFF 對對 這是最新發的 我開一個 頭一個人嗎 傑倫 我從大概十幾年前 就開始喜歡周傑倫 那這是我一次去他演唱會買的 我想說 我不能把周傑倫本人帶回家 那我就帶這個回家 COSS有分非常多的系列 像是Compagnion 然後BEFF 你幫我稍微解釋一下 這個差別在哪裡 COSS曾經在迪士尼工作過 他就運用Mickey Mouse的形狀 做出了這個同伴系列Compagnion 他的耳朵啊 然後你看他戴手套 跟他穿的短褲 都是跟那個米老鼠是一樣的 那BEFF系列呢 其實它是那個 那個芝麻街梅雨那種毛茸茸的生物 所得到的啟發 他化了這個十幾年後 還真的跟芝麻街梅雨 在那個UNICORE做聯名的動作 我個人買球鞋通常都一定會穿 但是這兩種我真的捨不得 真的不要穿了好了 我看這個保存超新 這基本上沒有穿過吧 對沒有穿過 真的捨不得穿 那你有看過COSS本人嗎 台中在烏日那邊 其實有一尊很大的COSS表現 那他當初有來剪彩 其實我個人手工去看一下 這邊啊 剛剛瑪莉有說一個 這個 老品 對這是老品 這個呢應該是我這間房間裡面它最老的作品 狀況像這樣子其實還蠻罕見的 因為我盡量控制濕度啊等等 我的第一隻COSS公仔就是這一隻 那其實這是COSS在找其他公司 Original Fakes 時期所做的公仔 下面這個也都是蠻特別的 剛剛這隻做很大隻 對 破千萬是不是 對破千萬快到兩千萬 這個屋簾這一隻 對屋簾那隻 這個扭曲是比較罕見的東西 對這個扭曲應該大家比較少見到 這是COSS他跟另外一個藝術家 叫Robert Lazzarini一起合作的 那那位藝術家呢 他就擅長把東西弄扭曲 所以說他就把COSS companion也弄扭曲 除了COSS以外 我知道Brian他也非常喜歡咱們這個村上龍 是吧 而且聽說他也得到他的親筆簽名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走走走走 在看簽名之前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錶的收藏 欸不要跳走喔 錶也很恐怖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讓大家來看一下 哇 金光搶搶滾 這是佩娜海所出的銅錶 那這個是第三代的銅錶 那他一開始的時候那個顏色其實是像玫瑰金這樣子 可是越戴他就會有銅綠出現 每個人戴起來銅綠的產生都會不一樣 所以就會有自己的個性 我們這樣講會不會很重 要不要放下 會不會很重喔 這隻錶是 Hubel 的錶 他是 Kobe Bryant 的聯名錶 我之所以會叫 Brian 就是因為我非常的喜歡 Kobe Bryant 那這隻錶呢 其實就像剛剛阿欣講的 是有一個滿感人的故事 那時候我在國外讀大學的時候 我就一回到家裡 然後我的床上就放了一個錶盒 然後我爸爸媽媽就說你打開來 打開來裡面放的就是這隻 Kobe Bryant 的錶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會打開是 Kobe Bryant 的 跳出來 跳出來 What's up 有沒有 對 所以這隻錶對我來說特別有意義 它還有一種特別的水鬼 喔 對 怎麼說個特別 黑水鬼大家都知道嗎 可是這個是 Chrome Hearts 克羅心 它客製化做的錶蛋 所以就比較少見 我覺得就幫這個黑水鬼再加分一點點 這個就是因為我個人滿喜歡美國那種嘻哈的文化嘛 所以rapper不是都一定要帶一支鑽標 鑽標 就是像滿天性的鑽標 對 就是像滿天性的鑽標 接下我們重頭戲要來了 我們要看簽名囉 這個呢是春尚的 我們看它有我的名字 Brian's Song 他特別簽給我 然後畫了一朵小花 還有他的那個小玩偶 當初是怎麼得到這個簽名的 其實呢原因就在那裡 是因為買了這個巨型的裝置藝術 對 它特別簽給你的 對 它特別簽給我的 世界上這個顏色就只有一個 總共大概十來個左右不同的配色 所以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 而且它比較特別的 它是跟 Off-White 的設計師 Virgil Ablo 一起聯名所設計出來的 所以它後面有那個 Off-White 標誌性的叉叉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皮諾丘 一般大家看到的都是塑膠型公仔的皮諾丘 對 這個真的很少 那麼這支是木雕 這是在 2018 年所出的 它是用網路上抽籤的方式 限量抽出可以買到的人 那當時的發售價是 30 萬 很可惜 我沒抽到 所以我是用後世的吵架去買它的 今天也非常感謝 Brian 帶來我們導覽他的一些收藏 非常壯觀 而且我們也學習到非常多的一個潮流知識 非常多 Brian 不是有在做自己的頻道嗎 要不要趁這個機會好好宣傳一下自己的頻道一下 好 我的頻道名稱叫布萊恩的世界 Brian Chow 那麼裡面在講的就是男性的潮流 時尚啊 然後一些藝術品 手錶等等之類的東西 所以如果喜歡這類類型的觀眾 拜託來 Follow 一下我的頻道 請給大家看一下 各位也別忘了訂閱 Jazz 的頻道啦 那最後 有一個問題想問問各位 你覺得潮物收藏是質比較重要 還是量比較重要 質的話就像 Brian 一樣 它是質量並具啦 質的話就是姿勢 量的話就是物品的多寡這樣子 歡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分享你對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我們黑手話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